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星期六点早上 差不多的爸爸 就这样差不多去买东西 差不多 过来 帮我去买 骨糖 过来 过来 买糖的 好 我要买糖 差不多就是糖 谢谢 买糖吧 谢谢 谢谢 你为什么买了白糖 因为差不多 再去 最后差不多 就要再去买糖了 我要买 红糖 钱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老师好 好 今天我们上第一课 先重复 先问一下上堂书的东西 差不多同学 请问 十六省的西边是哪一省 啊 是想要吃西啊是不是啊 不是多了 什么 是三西 不只是差不多吗 你现在人家西都跟三西都分不了 你回家唱一百次 为什么不是差不多 自己一样的 差不多一样的啊 没分别啊 我一起唱的 小西跟三西是有分别的 你回去把这两个字抄一百遍 明天交给我 好 这是这么样 超过多同学 就要回家 抄一百次 江沙和西西 好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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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不多先生长大后 他去了一个银行去做寄货 好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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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帮我一下 谢谢 为什么只有十块钱啊 哎 哎 你常常把客人的债务给过来 你不用这样回来了 走啦 走啦 钱之何事 没有工作也差不多 走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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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回来了 走吧 再见 好嘴 嗯 哎 跑车在哪儿啊 上哪儿去了 哎 两分钟前就开走了 蛤 两分钟前就开走了 他怎么不等我呢 不开就怎么行呢 嗯 那怎么行啊 不过幸好 明天和今天也差不多 对不对啊 嗯 可是呢 火车工区 你太认真了 八点三十分开 八点三十二分开 差不多呀 怎么想不通呢 哎 那我明天走了 哎 火车车 他真的太认真了 我真的想不通啊 哎 有一天 我差不多先生 为了一天要给的是 要到火车道餐 等去 哎 有一天 我差不多先生 等去 哎 咦 火车要怎么走啊 现在才八点三十二分开 哎 嗯 火车不是八点三十分钟 十二分钟 十二分钟 就把火车 嗯 八点三十二分和 八点三十分钟 所以这块一百火车不是很可信 好 接着了 呃 呃 最后 他婆婆说 正中 呃 一面慢慢的陪着 心里总是 不明白为什么走下来 很开 不说 不可能 不见 哈哈 在一半四十二 四月十四日 下午四十五十四 就是 心情四 他不是多血 而且也太神了 因为他神了 一个心病 非常心疼 啊 快去中间小王大夫 哦 要死了 好啦 好啦 喔 王大夫 哦 好 好 哪里有了 我 啊 好 哪里有了 啊 啊 我是一偶的 我是一人的 你去把我当你一致吧 好啦 我去看看 你去 呃 呃 呃 他死了 如果 差不多 小姐 不是找我 去医她的 她就不会死了 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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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